好,那之後第31體那顆 它就有一條這樣的Equilibrium 我給人KC是4.0mol per DM cube 它就說現在reaction quotient是2.0 那是誰對的? 事實上我們說reaction quotient是2.0 那就是小過KC 如果你跟輸背,你會輸可能隔了很多東西背 小過KC又怎樣,大過又怎樣 我就不要那麼煩了,用回最傳統的想法 事實上KC和QC的計法是怎樣計的 都是說product的濃度除回reaction的濃度 如果你的QC是小過KC 那就是數值上是小一點 那就是分子是小一點 分子小一點 那就是product的濃度是低一點 那就是在這一秒鐘 product的濃度是未夠如其中高的 那所以呢,這個Equilibrium 一定是向右走的 一定是向右走 它會期望大一點product的濃度 從而將2.0 變回4.0 那如果Equilibrium 向右走,有什麼答案可以選擇呢? 那看看第一句 它就說reaction quotient is larger than 2 那這個是對的 因為它會慢慢變成4 對不對? 這個是對的 第二句 就是backward的reaction 會比forward 當然是不對 我們說它是想去右走 向右走 即是forward 是要走得快一點 如果不是怎樣向右走 所以2是錯的 最後 第三句 它說x2的濃度must be equal to x3 這也是大錯特錯 怎可能是 must be equal報可能的事 那就是什麼? It only 即是A for Apple A for Apple A for Apple